2018年 因為演出三個女人一個人 而獲得無數獎項家許的王志民 因為同時扮演方爾恩 波羅耶奶 和壽瑪瑪這個多重人格角色 演技令觀眾刮目相看 而Mandy去年亦憑把關者們 提名台慶頒獎禮 還入為最後五強 其實Mandy除了電視劇演出外 她近年亦同時開始挑戰舞台劇演出 先後在2020和2021年演出 《今晚打老虎》 和《超自然之戀》兩部舞台劇 而26日公布的 第30屆香港舞台劇獎提名名單當中 Mandy亦憑她超自然之戀 Chloe這個角色的優異演出 提名喜劇鬧劇組最佳女主角 和彭施衍及廖淑芬 一起割足這項殊榮 雖然Mandy目前身在內地工作 不過她都以語音訊息 跟我們分享她的高興心情 謝謝 這個好消息的時候 真的很開心 很興奮 亦沒有想過 能夠跟這麼多位 這麼出色的舞台劇演員 一起提名 因為我覺得這個提名 對於我來說的意義是很大的 自己從小到大 是很喜歡看舞台劇 音樂劇 亦都可能是 受在演藝學院 教育時的氛圍的影響 我自己是對舞台有一種 很特別的情意結 所以一直都很希望有機會參演舞台劇的演出 直到去年 覺得自己很幸運 可以遇到一班這麼好 這麼有火的班底 可以一起創作了這個超自然之戀的製作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是很幸運的 因為可以遇到一個這麼好的團隊 很有心 很有火 亦都很感謝一班台前幕後的照顧 因為我在舞台劇上高經驗真的不多 他們都給了很多很溫暖的鼓勵我 所以想特別感謝導演鄧淑榮老師的交道 因為他對演員的要求真的很高 整個排練過程一點都不容易 需要在短時間裏面去練習不同的技能 好像有Fencing 有一些的法文對白 有一段Flamingo的Solo 亦都需要模仿機械人的形態等等 亦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整個劇本上的雕剪 正正是因為導演他對演員的要求很高 所以我們演員對自己的要求都會更加高 所以我自己是很享受整個排練的過程 很享受那份的專注 我當然希望可以多些機會演出舞台劇 因為我覺得在舞台上高的可能性很大 亦都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地方 所以我也很渴望繼續被發掘多些不同的面向 我自己當然希望可以整個劇目再次搬上舞台 因為當時我們的入座率只有七成 所以很多朋友、很多觀眾都很想進來欣賞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希望當劇場重開的時候 觀眾會繼續支持我們 以及繼續去支持本地的舞台劇